我在粗修佛的时候 张家大肆教导我 什么是忏悔 知过就改 后不再遭 这叫真忏悔 在那个时候 我还很年轻呢 26岁的时候 大师给我讲感应的道理 佛师们中有求病 当你有求而求不到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呢 你有业障 只要把业障消除 感应就陷进 那业障怎么样消除呢 要真真忏悔 他给我讲 什么叫忏悔呢 知过皆改 后不再遭 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 我同样的过时 以后没有了 所以天天发现自己过时 这叫开悟 人就悟了 每一天 不知道自己的过时 是迷惑 这一天空过了 随古人用功过根 这个方法很笨拙 但是这个方法 对初学 中下根性的人 非常有效 一会真真去想 今天我做了哪些好事 哪些错事 记下来 功过歌分上下两行 上面击功 下面击过 自己的善行 要知道加强 要知道正过 自己的过时 赶紧要改掉 以后不要犯 同样的过时 真正用功过根的人 认真修行的人 三年不能成圣人 也是贤人君子 世间真正的好人 从这个基础往上提升 前途无限光明 所以修行人 不能一天不知过时 一天不知过时 一天空过了 不可以一天不改过 我们功夫才会得炼 改过 一定要知道自己过时 在哪里 你才会改啊 知道自己过时 就叫做开悟 悟后 其修 修就是改正 把错误改正过了 可是凡夫 愚痴 不知道自己有过时 世尊前卒 明了 他教给我们 一个好方法 你不是看到 别人过时吗 看不到自己过时 看到别人过时 行 看到别人过时 马上回过头来 就回光反正 照照自己 有没有这个过时 于是你就发现了 自己没有这个过时 和好 不在家里 希望自己不犯这个过时 如果自己有呢 有则改之 这个办法好 帮助我们 尽点观察 发现自己的过时 过时 无量无边的 从其心动力 到言语造作 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说 耶夫提众生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众生 其心动念 无不是罪 凡是觉悟的人 他一生表现 无论是在生活上 工作上 除世待人皆无 拿经典这个标准去衡量 决定相应 那叫真修佛了 真正把自己的业障 掺除尽了 忏悔特别对业障来说 早晚功课 不是为佛菩萨做的 是为自己做的 这个意思 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就是修忏悔法门 早刻提醒自己 所以我们选读的经文 都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提醒自己 我今天想法 我的思想 我的行为 希望能跟四十八月 远远相应 每天早晨就早刻提醒自己 晚阔是反省 与佛教诲相应的 好啊 我今天做到了 明天要保持 不能射掉 没有做到的 要生惭愧心 一定要发 改过的心 明天我一定要做到 这样子做早晚功 早晚功就有功德了 帮助你忏悔 帮助你发现过时 帮助你改正过时 那叫修行 过去我们在明年 没修过 所以想错了 看错了 做错了 现在师父明白了 明白就要回头 回头是难了 我不能再做错了 虽然心里想回头 不想做错 可是总是回不了头了 还是继续做错 做错后悔 这个都是不同方法 后悔有什么用呢 后悔无济于私啊 这是烦恼的地 加一层烦恼 那怎么办呢 念阿弥陀佛 别后悔 念阿弥陀佛 后悔是错了 念阿弥陀佛是对的 为什么 阿弥陀佛念书了 念这样自然消了 真的不是假的 烦恼自然不见了 佛法 决定不懊悔过去 过去事情做 做最帅 不要再去想它 上回法门就是 我做这个事情 我一向大家表明 我从今以后 不再做这个错事情 这叫登登成会 决定不去想它 你有那个想 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 去念你那些罪过 这个真是糟糕 你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你将来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你天天想那个罪过 念那个罪过 哪有不多 地狱的道理呢 那是修地狱法门 一句佛号是大忏悔法门 这个很少人知道 这一句佛号念到 一心不乱 念到四一心 就得念佛三昧 所有一切 罪业种子都不起心性 这是真实惨悔 这叫四惨悔 念到理业心不乱 破一瓶无名 见一份真心 那叫礼仓 把你五十戒以来的 罪业种子 统统转变成 无量的菩提种子 唯一是学家所说的 转世诚挚 这是真正惨悔 所以这个念佛人的功德 实在是不合思议 只要你看老师念 真正老师念 普贤 奢大愿望 是条条举足 都是在一句佛号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